邀请的是东右达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邓贵敦协理 来给大家带来接下来的专题 请各位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协理上台 各位贵宾大家好 那我今天代表东右达奈米系统 为各位介绍我们公司的相关产品 那我会简单说明一下关于东右达奈米跟我们的产品线 首先我先介绍东右达集团的产品线 我们从左边看 益控制动化 它是一个代理日系机器人为主的公司 那中间是东右达自动化 那主要是做单轴机器人为主 那也包括单轴的线性模组 还有一些电动类的产品 有电动甲转 电动钢 无人车 另外一个是 这是在半导体比较相关的产品 就是东右达奈米系统的产品 那主要分为三大类的产品 第一个是线性马达定位平台 第二个是空气轴承的定位平台 另外一个是客制化的设备专用 首先我针对奈米系统 跟各位简单说明 那其实奈米系统的前身是 加正宏科技 成立在2005年 那正宏科技在今年 与东右达合并 正式更名为东右达奈米系统 那公司的地址在湖口 那公司的人数大约40人左右 那我们的强项就以下几个 第一个就是针对产品 高精度项目的解决方案 另外一个是高阶运动的整合 再来是我们有丰富的工厂制造经验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些来自于日本的技术合作 然后我们有完整的一些马达跟控制的相关的制造经验 然后也可以为客户做OEM或ODM的一个生产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有全球的服务距离 那下列这个表 第一项红色的部分是我们在全球有中国 台湾、日本这几个生产基地 那在台湾有此公司在泰国 那中国在深圳、苏州 还有日本的福岗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技术的中心 在台湾跟日本都有 还有一些我们合作的代理院 好,那我针对DONODA线码模组做简单的几个对比的介绍 那当然我们常看到的线码种类 第一个铁芯式 就是所谓的平板式 另外一个无铁芯就是U型的线码 那第三个轴棒型的线码 那有铁芯跟无铁芯基本上有性能上的差异 如果我们要求速度变化量要比较稳定的 我们就可以选无铁芯的线码 它的速度稳定性 如果以线速度500来位移的话 它的运速大概在0.5% 那加速性无铁芯也是比较适合做短行程的高加点速 那有铁芯的好处是在于第一个它的推力大 相同体积下 有铁芯的推力相对大很多 那另外一个它的优势是成本 有铁芯的动力值相对于 有铁芯是便宜的 好这个是有铁芯线码的内部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从左手边 我们的精度是来自于独头跟光学尺决定 那承载的重量是来自于线纹 那这个是有铁芯线 我的洞子就是蓝色的 照片上蓝色的那个地方就是我的线圈 也是我的洞子 定子是绿色的磁铁的部分 这个是有铁芯的价格 好再来我们看五铁芯 那五铁芯的差异 基本上线轨外部的光学尺都是大同小异的 主要差异在于动子跟定子 那定子的部分就是绿色的部分 那线圈的部分就是蓝色所谓的动子 好再来我们看到这是轴棒型的架构 那你看到圆形那个棒子里面就是所谓的磁铁的部分 也是所谓的定子 那金色的地方就是光学尺 那动子就是在我们移动的那个滑坐的内部 好那线性马达模组 在使用上跟我们传统的轨道型有几个不一样的特色 第一个长行程 它可以依据定子的拼接 我可以从行程500 甚至于到8米到10米都可以 所以适合长行程 第二个它可以做高速的移动 像我们线码 标准轨的线码 我们可以做到每秒3.5米的线速度 再来重复性的定位精度 我们标准就是正部2米 那在高加减速的部分 我们可以做到3个G的加速度 好然后另外支援多滑坐的形式 好再来我们的贺重可以单滑坐承载120公斤 好那这个表 主要是表达有铁心跟无铁心的速度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假设我以线速度500的话 无铁心的性能大概可以在速度联播 大概0.5%左右 那相对的下面两个是有铁心的 一样以速度500 大概在1.2到1.4之间 所以它们的速度变动率大概差了大概三倍 所以说假设 未来你们再使用那个 所谓的Light Scan的这种场合 就必须选无铁心的产品 这是我们用雷杆打出来的 呃 一个 一个表 就是主要是表达它 我们在每秒500速度下 它的速度变动力 好那这个是动物达前系列的产品 从最左边LGW内桿型的 这是不用标准轨的 跟一般型的 LTF2 NF2 CF2 还有用铝或铁当本铁的线码 在这左下角的U型跟走抗型 那可以搭配右下角我们自制的控制器 好那这三款主要就是 比较特别是我们有做所谓的无纯泰盒 好可以达到Class1的等级 好另外以东奥达自动化的线码模组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无纯型跟标准型 我们的固定孔位都是共有的 好推力范围从59到340牛顿 承载大概可以限速度1米 加速度0.5G的状况下可以飞120公斤 好那如果以市面上推力一样的话 它的体积是市面上最小的 另外我们有一个专利叫外拉柱油 它就是直接在滑座旁边有个柱油孔 直接可以打油做保养 就不去拆任何的盖子 另外一个我们有设计一个叫钢带破颈机构 它可以在我坐到5米的时候 我的钢带是不下垂的 然后我们的线码是可以搭配各家的驱动型 可以搭配三连的 松下的 四连的 各家都可以 那这个是无程等级的一个说明 我们看LCF2 它可以达到class1 在每秒1米的状态下 另外一个规格内坎型 在每秒1米可以达到class1000 那LGW17这一款也是内款 那class可以达到class10 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驱控器 支援赫斯 也支援Essacate 那我们常常会有客户就是 我设计自己规划所谓的线码产品 那可能有的人要想说 我是买模组好呢 还是买自己去拼马达拼刺比较好 那如果自行组装 就所谓的自己买动电子材 自己买轨道 自己买光学池 自己去加工所谓的本田 其实那个步骤是很繁琐 包括调降 那买成套的好处就是 你买来 第一个我驱动器跟马达都调试好 基本上接电就可以用 再来就是 买模组的好处 当然工时缩短 也不用减简 也不用组装 那 焦期 基本上我们现在标准焦期 大概在四到六成 按贵高 那价格相对的 因为我们是大量的制造 所以成本也相对比较低 好 那我就举例几个我们之前卖给客户的运用 好 那我就举例几个我们之前卖给客户的运用 这个是一个长行程的运用 这个总行程大概在四米五 那限速度每秒三米 所以说你说用罗杆基本上是做不到这样子的性 那这个是一个半导体军援卡牌的搬送 这个线码主要是用壁挂的方式 也是使用在长行程中的 好 そ正好 是 好 好 好 健初 εί 不 我要 南 西 ء 影片有點長啦 我就稍微跳過一下 那這個是 線麻模組搭配 半導體的那個晶圓手臂椅長 這個也是利用我們的線麻 軸當作我們手臂的一載的一個運用 這是一個SYZ三軸的一個聯動的運用 基本上高速衣展都是用線麻 好 那我針對奈米空氣軸承的產品跟各位介紹 這個是以線麻 以軌道型的線麻定位平台為規劃 那當然有用在所謂的雙區 就龍門型的SY直交 那這個也是其他龍門各軸的運用 這都是客製的產品 那空氣軸承定位平台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的精度很高 六個自由度都會做得很漂亮 重複性 直線平面 基本上三百都在一秒內 那空氣軸承的原理就是我們在花崗石裡面看了一個 節流元件 透過精密調壓 把我的整個花崗石平台上輔 那這以下這幾個都是空氣軸承的一個運用 單軸承的 單軸承的 SYZ的 巴巴Z也是空氣軸承的 再來就是龍門型的 巴巴有加一個SEED 那這是我們做過的 系統跟次系統的一個設備 LED的曝光 馬達 馬達 武山馬達的組裝 靜遠的檢測 那這個也是 做一把雷射磚口 化槽 然後光照的檢查 還有塗膠 還有一些另外的機器 那這個也是 這是全空氣軸承的運用 我們XY包括所有的SEED 把軸 這個就是偏龍門的運用 用標準軌搭配無解性的線馬 這個是純空氣軸承的線馬運用 它主要是做AOI檢測 或是一些雷射的運用 我們這個也是空氣軸承 可是白色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陶瓷 那材料是用陶瓷來製作 這一個空氣軸承 主要是做在一些PCB的護綱機 好,那這個是做一個所謂的 服務的運用 這是一個大型龍門的線馬運用 所以說我們可以幫客戶做很多 客製化的一個設計 跟一些比較高精度的線馬運用 好,以上謝謝各位 好的,感謝這個 東優達自動化科技股貨有限公司